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1到5.4卡池曝光 炎女家风里登场 火神炎七确定,风C加水C来了 元神5.0常驻角色自选预告首报 男主角将有心皮肤 5.0卡池是陷阱,萌星可跳过 元神纳塔5.0卡池越来越近 新五星角色马拉尼 基尼奇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后续5.1到5.4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有关于5.0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 官方也早就公布 就不多说了 在后续的5.1卡池中 岩系五星辅助角色暴女西诺宁会登场 而之前提到的五星兵系成女恰斯卡 并不会在5.1卡池登场 就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延期了 而说起后续的5.2卡池新角色登场的安排 变动也比较大 目前已知的是 5.2卡池火神马威卡不会登场 刚刚提到的兵系成女恰斯卡延期到了5.2卡池 说白了 就是一个卡池 一个限定五星角色 有关于恰斯卡的属性定位也没有确定 现在的说法是风系组C 并不是之前提到的兵系 恰斯卡是风C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至于后续的5.3到5.4卡池 火神马威卡会在5.3卡池登场 火神的这波延期估计应该大概率是真的了 5.4卡池的新角色据说是平姥姥 平姥姥的技能设计应该也是和下落攻击有关 还是个水C 如果消息可信的话 那么有闲云的玩家到时有福了 不过还是那句话 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是5.2的新角色 恰斯卡 多位内鬼 在今天再次实锤了他的熟性微风系 定位应该是战场主C 技能可能是散兵加夜兰的结合体 个人也感觉必是C 按照规律 蒙德 温迪辅助 黎月 萧是C 到七万叶是辅助 须米散兵是C 风丹咸云是辅助 纳塔必是封C 有关5.0新角色的强度 有内鬼最新透露 马拉尼 很难用很难用的蒸发水C 即便是大数字爱好者 等你5.0实际体验到 可能也会很大概率的劝退 尼基奇 重规重矩的草C 勉勉强强打赢 艾尔赫森 总结 三位新角色纳塔开门吉祥物 兼大世界玩具 把注意力多瞄准在后面的炎大雷 到火神身上 纳塔会在一定程度上 逐渐迭代一些老虎 会降低新C在纳塔的高光性 也就是说纳塔不会膨胀大C 期待火龙王的可以洗洗碎了 所以5.0卡池 稳挂灵 稳了 火神有增伤有伤害 但大概率是个低频火后台 挂火效率不行 纳塔主推反应体系 火底至关重要 如果想单依靠火神实现 稳定火底打反应 肯定是行不通的 基尼奇和马拉尼 素质的确高 但这只是纳塔的正常水准 只是个开始 机制上还没有膨胀 甚至可以说还不如龙王 有点类似于林尼在风丹的感觉 更何况火神还延期5月3日了 5.0的两位新角色就更难受了 所以5.0卡池 大概率是要挂0 我建议月卡强度档 可以等等其他族C 别忘了 后面还有5.1的大府岩暴女 5.3的火神 5.4的平姥姥 以及后续的少女和西巴拉克 大的来了 有内鬼透露 5.1会有旅行者新皮肤 武器改为大剑 可以和火元素共鸣 真这样 我算米哈游开窍了 一套衣服穿七年 真的看你了 看你也是其次 主要是你那套衣服 甚至会影响你对这地区的带入感 比如我过风丹动画时 切到主角 结果主角亮着绿光 炒元素 一下子给我干出戏了 而且最后应该是主角 拿着火神之星去之东 并且同时拥有火元素力量 我甚至觉得过完自东剧情 气过神之星的力量 最后都给了主角 然后去跟天理战斗 另外 有玩家在论坛上赛出了 常驻自选的预告图 话说 为什么常驻始终不送 这东西歪出来都崩溃啊 看见七七迪卢克 谁不头疼 结果呢 就是这样 被玩家视为霉运的角色和武器 你们却始终把它当成宝 70多发宝底 结果一个月就五个球 一年都不够保底一次 其他获取篮球途径 更是少之又少 但凡换个游戏 这种常驻没用的东西 肯定人人满命满精的 结果到了这里 60级的老玩家们 有的连个常驻角色都凑不齐 所以5.0不送新限定 送常驻角色也是可以的 大家觉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